香港男子隊出戰團體賽 三個成員當中只有33歲的梁柱欣有奧運經驗 希望可以放鬆一點 畢竟奧運只是一個比賽 其實我希望可以跟他們說是一個平常心對待賽事 不要覺得真的奧運會 31歲的唐彭就認為作戰心理上問題不大 覺得港隊絕對有得打 我們三個人的打法各有不同 對方想抓我們的抬任就會有很大的難度 在我們三個人的實力相對平均 陣型相對的靈活一些 所以這些都是比單打要有優勢的地方 至於24歲的江天一 就本著永不言敗的精神去搏 香港對這個實力說應該說 它是會 主要是以衝擊別的強隊為主 就每一場以拚的態度去面對對手 我們現在幾個人心態都不錯 都是平常三個人這樣對 因為我們不是大原本姿態出現 跟雅典 零四零八年的時候我們還是總子 現在我們不是 我們反而的心態就變化了 這樣的心態去打 我想可能發揮更好 男團在倫岳的目標是過得一關得一關 而女團的目標也是一樣 女子隊的教練李慧芬都認為 港隊最大阻礙始終是來自國家隊 我們肯定是讓他們打得緊張一些 我們可能才有水平才有發揮 我們發揮得好一些他們打折扣才有希望 正常來講是沒有太大的希望 因為中國隊太強了 因為他們的世界排名都是前幾年 港隊二路大身 由三朝元老鐵瓦娜擔大旗 拜領奧雲申丁包括27歲的姜華軍 以及19歲的李浩程 要敢去贏 因為不要看到對方是中國隊 就很害怕不敢去贏 其次就是可能把這次比賽 當是一種平時訓練的機會 因為很難得可以跟這麼高水平的運動員去較量 所以盡量發揮自己最好的水平 可能搏一下他們會緊張 所以可能會贏到 鐵瓦娜說 超新星李浩程克服到心理關口 分分鐘打出超水準 你浩井打球是有一些天分 但是我覺得參加這種大賽的話 他可能經驗上還缺缺一線吧 但是希望他能不去想這次奧運會 就把他當成平時的比賽 不管遇到什麼對手都去拼的話 我想對於他來說應該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年輕運動員也比較能衝 就是衝勁會比較大 對其他隊的一些隊員也有一定的衝擊力 讓他們可能會心態上 心理上也會造成一些壓力 港隊上下都認為 在女團過關斬仗 拿到第三場圖牌都算超難合成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 和您生活到